美国G2游戏嘉年华大幕现在就正式的揭开了 我们把美国G2的勇士们 大家好呀晚上好我是彩彩 那坐在我身边呢是我们特邀的解说嘉宾 我们的三炮炮哥 继续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很熟悉了吧 很熟悉了 对就是我们的炮哥 那刚刚我们 今天呢也是为了庆祝一下我们这个17周年诞生 咱们17岁了 在嘉年华开始之前 想问问大家 咱们刚才这个两个冠军诞生时候的比赛 看得过不过瘾 其实挺过瘾的对吧 想不想 还是自己参加一下 对想不想再过瘾一点 想不想就感觉手有点痒痒的 也想自己来参与一下呢 对 非常想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所有观看直播的玩家 都有亲自上场来参与比赛的机会 有上天市的时间到了 赶快呼朋唤友啊 来参与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大乱斗的活动 我们这个大乱斗的活动的规则非常简单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即将开展紧张自己的是 实微实平衡模式PK大乱斗挑战 我们一共呢会有20个挑战席位 我们挑战房间开放之后呢 先到先得的方式 我们要拼手速 赶快要进入 然后想要参与到我们的玩家呢 可以赶快现在前往我们什么 祖龙城北 找到我们自建比赛管理员 选择加入房间 在我们自建房列表中选择官方活动房间 输入我们的房间密码 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实微实的平衡竞技赛了 好那我们呢比赛呢采用的是实微实平衡模式 进入比赛房间呢 并且完整参与比赛的玩家 无论您胜与负都可以获得什么 奖励 奖励什么呢 收入三件套 奖励的就是无论您是否赢是否输 都可以获得一个我们送给您的这个闲婚铃 对吧 以及如果您胜利了 如果说您一整个队胜利了 所有参与的玩家 都可以额外再获得我们什么 富龙所 以及这个玉霞膳 也就是说大家只要参与就会有礼物 对的 对嘛 大家参与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说 今天咱们这个房间的密码了 我们这个房间密码 大家准备好了吗 先来到我们这个 给他们30秒 对先自建比赛管理员 来了吗 先跑过来 已经来了对不对 我看 来了不少人了 好 我在这个区域是看到了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来了不少人了 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房间密码 就是1019 是不是非常好记呢 是不是很熟悉呢 没有错 就是我们今天嘉年华的日期 10月19日 1019 也是我们 就是 这也太快了 我这个实名举报这个行云啊 刚开始在红房 现在却到蓝房 哎 为何呢 不知道 开始开始 好了 我们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非常热情 非常的快 嗯 好了 依旧是由我们炮哥为大家带来 本场大乱斗的解说评述 好 炮哥 稍等啊 再进进 进入了 嗯 这个石为石大乱斗 兄弟们 其实 嗯 反正说散人啊 咱就打出自己该打的效果就可以了 行云有点熟悉啊 算吧 刚刚参加比赛的 对呀 我就说 我参加比赛的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大家水有赛 娱乐为主 娱乐为主 大家开开心心上天室啊 打出自己的风采 咱们看一下 现在红色方进来的是 剑灵 武侠 夜影 兽兽 武侠 羽芒 秦剑 武侠 加上毛毛 嗯 红色方是 蓝色方是 芒果 猴子 月仙 武侠 武侠 刺客 剑灵 剑灵 那个刺客 怎么说 这 职业上有点说头 呃 咱们可以称为 蓝色方为阳光男孩 对 三个刺客 阳光男孩 对 红色方可以 这个重装战士对 可以 三个武侠 对三个刺客的对决 好像都少人啊 我好像两边 是不是都少人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咱们红色方 现在少一人 咱们看自由视角 兄弟们 咱这里面 谁也不认识谁 不用留情面 兄弟们 往死揍 哎哟 往死揍 跑过来开始 得感觉了 就喜欢看着热闹 我给这个猴哥撞 第一视角 猴子对着对面的 剑灵一顿输出 然后 咱看夜影吧 夜影这个职业 毕竟算是一个 半冷门职业 现在就是打比赛上的 毕竟这个6v6 可能不是很多 然后咱们看一下 拼装不是很多 哎呀 蓝色方 现在以2比0 率先领先 虽然是 各打各的 但是还挺有章法 全0比3领先 突然是感觉 好像有点配合 咱说兄弟们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了 找一个歪歪 跳到一起去了 现在是0比5 红色方大程度落后啊 一下这个创世拉死了 三个人的状态 然后被集火掉了 咱们看一下红 这个阳光男孩队伍 目前是大一分领先 已经给人提好对名了 是吧 阳光男孩队 对的 然后 刺客嘛 会隐身 人头数是2比7 那个蓝色方 以5个人头人数领先 2比8 因为这个 这个 大乱斗啊 兄弟们 这个我 咱们是 看到最后吧 这个大乱斗好像是 我忘记了是 有没有人头限制 还是到时间啊 兄弟们 所以说我记得好像是 有十分钟的一个时间限制 在这个期间内 一直杀人的话 都算是 都算数的 所以说这个蓝色方 为了 红色方 为了你们的 一个扇子 跟一个 复龙所 也要努力 把这个人头数追回 这人头数是4比11 大乱斗 炮哥觉得 打得有点章法吗 行 都玩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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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上电视了 给大家多上一点电视 埃哥 我们展示一下 埃哥给你们展示一下 对 埃哥展示展示 我们上上电视 咱们先来个芒果的视角 对吧 来一个猴子的视角 呜 一个变身 我们来一下月仙的视角 非常帅啊 大家每一个帅气的身姿 都为大家展示出来了 来个武侠的视角 这个武侠头型不错 这个武侠头型不错 很可爱 刺客的视角 刺客刚好 这个戴马 武侠戴马也挺帅的 咱们挨个视角给一下吧 挨个视角给一下 因为也是 大家都缘分嘛 对 都是缘分嘛 相续就是缘分 我们水有赛 想来也没那么快 是吧 也不会那么容易的 玩得就是那么开心 但是 为什么会有两个威风呢 应该是出现了一个显示的问题 这就追踪不到了 这就追踪不到了 还验验视角 哦 蓝方已经 还是25比分的 对 这还是25个镇头 咱们恭喜蓝色方 队伍取得胜利 恭喜我们蓝色方的战队 哇 别看大家都是 萍水相逢的 就是游戏朋友 没想到 在一起玩 还真的是 玩挺好的 下手一个比一个狠 真是 大家都太好了 太好了 非常开心 那么咱们紧张 刺激的大乱斗 虽然没过瘾 但是没关系哈 咱们先为这一波大乱斗 就是猪猪性 是不是 咱们再来一波抽奖 给大家送上福气 我们屏幕中呢 将会滚动我们玩家 个人邀请函中的 一个专属的 这个抽奖码 大家已经都了解到了 那在喊停的时候呢 我们大屏上会显示 抽奖码的归属玩家 也就是本轮获奖的幸运儿 那注意到的是 每轮获奖的抽奖码 将不会出现在 后续的奖池当中 也就是说 我们尤其只能中奖一次 中过奖的小伙伴呢 在后续的抽奖当中 就没有您的抽奖码了 那么各位玩家 可以前往我们官方 嘉年华邀请函 专题页面 来查看自己的专属码 OK 那这一轮的抽奖呢 依旧是由我们的解说 炮哥来为大家抽取 好 那我们抽取六个 神语及仙童精翠 这一波来六个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抽奖大屏幕已经 已经开始了 我们的炮哥随时可以抽选 好 开始 停 恭喜以上六位幸运玩家 大家赶快把这个专属码的页面图 接下来对照一下自己手中的专属码 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专属码的话呢 赶快前往我们官方 嘉年华邀请函专题页面 来查看自己的一个专属码 我们的官方客服会在七个直播日过后呢 给您联系和对您的中奖信息 请您保持这个手机畅通 当然呢也要期待一下我们这个 马上就有什么新版本的一个资料片 也会公布了 但新版本呢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哦 真的非常非常的想要知道 新版本究竟会有哪一些的动作 那么接下来呢除了我们的这个虚拟惊喜之外呢 同样的老规矩 咱们的食物惊喜也要放送了 要送给大家 在那之前呢我们先小小小小的休息一下 给大家准备我们的惊喜啊 准备惊喜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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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